我們現在來看這台Contest 167MT 那這台的話還可以動作 我們剛剛已經先放了 它是4號電池 你把這個拆開來我們有拍照片 你就放進去 這個就可以使用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有這個原廠盒 這個製造的這個番號084164 那這邊它當初有這個販售的 你看這個167MTBody 就這台機身的 還有一些這個 我們也有拍了 附加的 那它這裡面還有一個這個保麗龍 這個原本裝機身的這個保麗龍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機身本身 這邊 然後它這個我們也拍了 它這個 因為這個硬幣打開 我們有拍照就不再另外開了 那你如果放入電池之後 這邊就可以把它打開 這邊有沒有看到 這邊啟動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它這個外觀 這邊有一點 這邊好像跟大家講有一點落氣 我們拍照也有拍 不會刻意掩飾 這邊有一點 其他地方 這邊不會黏手 都不會黏手 不黏手 如果您還有配件 或者是會修復的 這邊把它用一下 其實還OK 外觀部分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 這個液狀 這邊它當初也有這個保護的 保護貼可以看到 保護貼 快門還正常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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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一下 快門都還正常可以動作 這邊 好 那以上就是這個 167MT 這台的這個視頻 那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 歡迎大家 大家來 來下標 謝謝